刚才没想到吧 有着一日我也能走花路 找他几载祥云 看来是离出都不远了 娱乐圈有你这么好人物 拍上那翻天了 我掐指一钻 离出是不远了 嘿嘿嘿 张可却来进攻鼓说 我看你就是羡慕我走路带花 现在我是一个小花匠 种花本领墙 我要把这带花园全都种完花 安兔兔兔 这哪摸出来的披风群 你遮花啊 遮我做事 我脑口都是你这种啊 真的出事不远 想不到吧 这里是步步生花生存 玩家没走一步 脚下就能够长出好看的花朵 但花香会招风影蝶 风群遮人 蝴蝶有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人生还 既然是步步生花 那只能够尽量避免走路了 等等 小蜜蜂好像把哥哥大黄蜂也给叫来了 来来来 看我斧头伺候 怪事免姐 已经在斧头包包了吗 没有 之前在狗熊里出没过 花香会招风群 令人炎炎反正君子 水澡堂满满 有了 咱们可以乘坐坐骑 有道理吼 做坐骑 应该不算走路 先动不如行动 让我来试试看吧 嘿嘿 其实飞天小松鼠 一路狂飙 嘿嘿我去 小蜂蜂你慢点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放心了 我看出技术好着呢 绝对不会出进车祸现场呢 不不不 可怕的不是车祸 而是蝴蝶呀 过了个去 这大鲁龙蛾子太可怕了 呃 别躲了 蝴蝶的灵粉自带剧毒 一旦中招必死无疑 现在这里已经沦为他们的天堂了 不能再待了 小伯伯 快走快走 我们真是比植物人还惨 明明能走这又不能走 没关系 不就是蜂蜂和蝴蝶嘛 山人自有妙计 赶紧我就对了 诶 这说干嘛 这还用问 当然是下矿收集矿石啦 只要咱们制作出防护服防身 就不用再担心被蜂蜂蜂遮到啦 最好呢 多挖一些高级矿石 制作出来的防护服材质 更好更安全 没问题 我可是黄金王矿矿 尽管包在我身上啊 呵呵 你只要不偷懒 我就万事大吉了 材料收集完毕 是时候提炼矿石 制作防护服啦 呜呜 防护服到手 有了这件法宝 不管黄蜂马蜂 什么蜂都学不到我们啦 呜 快点穿上 太好了 终于可以拥抱大自然啦 安兔兔兔 怎么回事 我怎么又受伤口血了 要请你给我的防护服 给我睡觉的吧 原来如此 看来蝴蝶的毒 是从嘴巴吸进去的 防护服不管用啊 那你不早说 吸毒毒是少的 呜 造业 我算是明白 你刚刚把我当小白鼠 对不对 小白妹真聪明 不过你的牺牲 是有价值的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耶 登登登 防毒面具 制作完成 这样周万无一失啦 嘿嘿 防护服加上防毒面具 来再多的风群蝴蝶都无所谓 我好像感觉到了一股不祥的谢谢 我也是 鱼蛇神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被花香吸引过来的 原来是你们两个种的花呀 我很喜欢 不如跟我回去当花匠吧 我呸 想都别想 我们是不可能跟你当花匠的 臭鱼蛇神 你有死性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冻粗的啦 看我的 啊 我去 头好晕啊 哈哈 乖乖地跟我回家吧 嗯 可恶的女神 一气不然 不然诚信把我们抓回来种花 他有没有王法呢 还要少说几句吧 小表妹 在这里他就是王法 说什么悄悄话 赶紧认真干活 不然不许休息 2000年之后 嗯 一只怕王法跳不停 我感觉我的脚都飞了 唉 谁还不是呢 这雨神山大的 求求你让我们休息休息吧 行吧 休息三分钟 我也睡个觉 待会儿继续干活 就此理 雨神山肠实气人 咱们必须得比他点颐色好看 事不宜迟 这雨神山在睡觉 赶紧挖点新能矿石 制作火箭炮啊 哼哼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看雨神山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们